全身红通通坐轮椅进到万年寺大殿 在佛陀座前现登祈愿 她是高龄94岁菲律宾国母伊美代马可氏 光明大学校长也来和她分享 新云大师在菲律宾办学 翻转弱是学子生命的慈心悲愿 敲响铜锣祈愿国泰民安社会和谐 这一天伊美代也跟着菲律宾佛王山总住持 永光法师展开寺院巡礼 对新云大师红阀五大洲事迹 还有大师留下的大量启迪人心著作 有了更多人事 用歌声欢送总统母亲佛王人温暖接待 让第四度来到万年寺的国母留下难忘怀疑 她也和佛王人约好 未来要在光明大学再会 永乐院是菲律宾马尼拉 总和报道